传统时代我们讲求的是男主外 女主内 但是在现有的时代 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那在马来西亚的各行业的生态圈里面 你很少看到可以有一群的女性 是聚集在一起创业的 那由Jessica致力于打破这种既定的思维 创立了女性的房地产销售明星团队 AVG Unique 究竟Jessica是如何地打破人们的固定思维 克服一点一点的困难 冲破云雾呢 请留意收看我们这一集的《上海名人坊》 你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上海名人坊》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 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 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 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 喜好 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 OVER创始人Linia 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 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 也获知更多详情 96年出生的Jessica 今年只有26岁 却已经在房地产的行业 拥有8年的从业经验 她从巴生的乡下 独自来到芙蓉打拼 从新人到现在的领导地位 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成长 也因此她希望造福更多 新时代的女性就业机会 创立了女性的地产销售明星团队 AVG Uniquin 让更多好像她一般平凡的女性 也能够蜕变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大家好 我是佩佩 欢迎大家收看 第十季的上海名人坊 那今天我们的摄影棚 迎来了房地产的明星 我们一起来欢迎Jessica 哈啰 Jessica 你好 嗨 佩佩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我是来自AVG房地产明星销售团队的领导 也是AVG Uniquin的创办人之一 是 为什么说Jessica是这个明星呢 她真的是明星 因为我看到你的TikTok 这个粉丝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你刚开始做TikTok的时候 是在多短的时间里面 你的那个粉丝累积到超过一百千 是接近在一年的时间左右 才累积到接近一百千的粉丝 明白 那至于TikTok这一块 大家如果想知道 她怎么做到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累积这么多的粉丝呢 我想今天她的故事 很值得我们期待 那说到你的故事 我知道说你十九岁的时候 就是开始出来打工了对不对 对 就开始打工了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房地产的行业 已经拥有了大概八年的经验 那其实在这个八年的创业过程中 我其实也是有经历过一些的挫折跟成长 那其实我是希望 可以通过我的自身的影响力 可以去创造更加多 让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明白 能够去帮助更多 曾经过一样平凡的女性 也可以去推变成为你心中 你最想要的那一个自己 那么你说你曾经是那个平凡的女性 那在我小的时候 我是很渴望我的父母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 陪伴我们成长 然后也是因为我知道 我的父母也是因为要养育我们 然后每天早出晚归 为了就是要赚钱去养起我们这个家 那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也是有看过我的父母亲 也是因为金钱吵架 然后压到他们闯不过气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金钱价值观这件事情 所以我感到特别的自主 所以我就从小我就立志自己 长大过后 我一定要拥有经济独立的条件 去改变我家里人的生活 去改变我们整个家里的那个命运 所以你觉得说以前你家里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金钱的问题 而引发了很多的一些矛盾 对不对 所以当时候这个小小的这种 讲说长大了 立志一定要赚很多钱的念头 是在几岁开始的 其实那个时候是在 我差不多要中学毕业以后 大概是17岁 18岁的时候 所以就在我19岁 那时候我就刚考完 SPM过后的在假期的时间 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时间 这样我可以去做一点兼职 做一点兼职 去赚一些钱 然后在之前 我也有从事过各种的小商行业 我也有卖过电话 卖过衣服 也有派过传单 也有卖过那种上网的那种模型 所以就在 没有想过在念书 我没有想过在念书 因为其实我不太爱念书 所以我比较是 想要赚钱的 想要赚钱 可能我比较实际吧 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家里人 也需要我去出一份力 所以我也觉得 我也不想要去浪费太多的时间 在读书上 所以我更想要就是早一点出来 可以帮助到家里 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可能 当我解决了这个金钱上的问题 可能我的父母不会那么吵心 我也不想要当他们老了的时候 还为钱而吵心 所以一开始你是没有方向了 就随便 对 我完全是没有方向 什么我都试看 然后我就再距离我上一份行业 我是卖衣服的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辞职那一份行业 而接触到房地产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我的上一份工作的环境 让我感觉到没有相信力 然后没有一个好的文化 然后更让我看不到未来 所以因为我很担心在一个行业上 让我看不见未来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对 你一直在寻找那份安全感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是 为了要去寻找那一个安全感 也是会去尝试到各种的行业 明白 所以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看到房地产这三个字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机缘巧合之家 所以我就看到一份报纸 就写着房地产这三个字 所以当时我对这个三个字 我就报这一种 就是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的妈妈 我就讲 妈 这个房地产是什么来的 他就给我讲 卖房子的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钱 我就讲 这样子 我又很爱讲话 这样我应该可以去尝试这个行业 然后我就上网 Facebook 社区下 然后我就找到了 然后就 你不怕吗 就是房地产行业 好像就是一个对你来说 可能好像很遥远的事情 然后你就敢出出的 这样子都去 对 我觉得是很勇敢的 我就去尝试 我就去call 我就讲说我要了解这个房地产行业 我就想要直接加入 因为我的心里就是 我的脑袋是空空的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只是一心想着 好 我就是要赚钱 我就是要帮助我的家里人改善生活 我就这么简单 你不怕人家骗你吗 骗不骗这个我还好 我不会太大担心 因为我也会懂得去保护我自己 然后就因为 对 就这样子就 勇往之前就对了 勇往之前就对了 你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我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因为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当我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创业 创业不可能你就只是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而是你必须要把这份行业当成是你的一个终身行业 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你做了这份行业 不适合你又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累 所以我想要就是把我的专注力放在这个行业 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做到像今天这样 明白 所以当时你就是那种义无反顾的 你就觉得说去做这个房地产就是我的创业 你也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 你应该这样讲 你完全没有想到说可不可以这件事 做就对了 做就对了 好 那你进入了这个房地产的行业 是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容易就是买房子就好了呢 其实之前在我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我就想着加入这个行业 是不是我要有一个好的口才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好的学历 然后我是不是要有人脉 因为其实在当下我是没有任何这些条件 一个条件我都没有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行业 它的门槛虽然很低 但是当你进到来之后呢 还是需要靠你自己的学习能力 也掌握能力 你要怎样去应付客户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在我新人阶段的时候 我是有点担心顾客对我的不信任 也因为顾客会觉得可能我是新人 我没有像新人这样有这样多的经验 可能他们会对我很不放心 所以这个也是我起初在新人的时候 我会有担心的一个点 这个也是会很容易让一些刚加入的新人 会很容易怀疑人生 因为毕竟顾客也会选人嘛 就好像今天你跟一个顾客 你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买房子 买一个五百多钱的房子 你也不会放心 因为你肯定要找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你才会放下那个心去跟他买房子 所以我也很理解客户的角度 跟我们当下我们是一个新人的角度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很庆幸的是在我选择的这个平台 它有一套培训系统 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内 掌握所有的销售技巧 也会教你去训练你的口才 然后你也不需要经验 因为他们会提供客户群给你 也会教你怎么去说服顾客 也会教你怎样去寻找到对的顾客 这样子会让你在短时间内 可以很容易掌握这些技巧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认定了 房地产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销售行业 都是可以赚到钱 但是对我来说 要赚就赚最多的那一块 所以我就选择做房地产的这一份行业 对 因为以前我认为 房地产它可能就只是卖房子这么简单 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卖房地产 它还有很多的赚钱方式 它不只是卖房子 它也可以就是通过培训做组织 能够让我获取更多的被动式的收入 明白 所以先讲一下 那听起来就是很美好的嘛 对不对 很多人也被这个什么 月入百万不是梦 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进入了房地产 可是能够坚持的人确实真的也不多 对 所以你是当中的这个佼佼者 非常的年轻 只有26岁的这个岁数 可是呢 他闯出了他属于他的一片天 从一个打工的 然后变成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领导人 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来的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事情的真正的就是 你打击到你的 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挫败的 跟你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呢 那我可以先分享 在我行人决断的时候 我遇到的挫折是 可能我已经掌握了我的销售技巧 那可能我在一个月里面 我有卖超过15间到20多间的房产 那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可能银行的贷款不批 或者是一些顾客 他们很喜欢下爽单 因为可能有的顾客他很好爽 他看了你的物质觉得漂亮 他当下就直接给你订金 可能到后来回到家 他可能考虑了过后 他又要取消这个订单 所以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不稳定的这些因素会出现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可能你前面的努力 然后到后来可能感觉到 你的努力就这样子就 白费了 白费了 然后你就会感到很伤心 所以其实在行人决断 我的低潮点都是会在这一块 然后可以分享 你怎么去克服它呢 其实我是一个很懂得去自我安慰自己的人 因为当我遇到负面的时候 或者是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这些都是过程 因为就是要我去经历这些过程 我在后面的时候 我才会有更加更加多的一些美好的经历 明白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你的个性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 就算是前面有给我多大的波折都好 我都会熬着过去 所以在多久的时间后 你看到了这个成绩 其实在我新人阶段的时候 我去到准领导的时间 其实是大概接近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其实在我准领导的时候 我是很渴望去到真正的领导层的这一块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门槛的 那可能你需要打倒多少千的分数 你才可以去到我们的领导的那个位置 那在那个时候 像刚刚我说到 我组织团队才可以带给我更多的被动式的收入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说过我没有人脉 然后其实我是很担心 在做组织这一块 我没有那个信心 因为毕竟我的圈子不大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 我自己可能当我开始做组织的时候 可能我会没有一个好的人脉 可以去建立团队 其实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就因此我加入了这个团队 我遇到了我的一个贵人 他也是我们的LVG地产民进团队的创办人 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个方向 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很流行短视频 所以他就让我知道其实在短视频这一块 他可以去曝光你自己 也可以让到外界的人 认识到你是谁 因为我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为了要让 大家知道我是谁 然后我的形象 明白 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他会因为看到我的这个短视频而认识到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你身上这种领导的阶段的时候 你不能够再单打独斗 如果你没有这个团队的话 即使你可能上位了 他也可能就是不稳 对 但是又缺乏这个人脉 对 因为其实我很明白一个人的力量 肯定是抵不过一群人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就算是今天我拥有一般团队 他们也会让我成长我的领导力 也会让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带人带心 我也相信每个领导他们都是不容易的 明白 因为我们要做领导的人 我们也很想要去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 因为以前我也是很渴望 我也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精神领导 我也很渴望我能够去成就更多更多的人 因为我也知道做领导人 他不简单的事情是 我们要跟一些跟我们意见很合的人合得来 我们更要擅长去凝聚一些 跟我们意见不合的人 更要去擅长去凝聚一些 曾经犯过错的人 其实真的是很不简单 真的 你真的很不简单 才26岁的这个年龄 好像所经历的是人家可能要三四十年 才明白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问说 那你刚开始你听了你的贵人说的 去做这个TikTok 对 你就傻乎乎的去做 我就傻乎乎的去做 因为其实在那之前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我面对镜头 我是那种非常紧张的人 但是我知道 我不想要什么东西我都不会 在我的领域上 我希望我要会的东西 一定要会到晚 就算是我不会 我都很愿意去选 因为我知道一句话 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个叫做成长 了解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TikTok是 怎么做的 你的那个 你定的方向是什么 那其实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看过 他的TikTok 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看一看 Jessica的TikTok 那其实我做的这个短视频 其实我主要的那个来源是 我要去散发出的是那种 正能量的领导的那一种感觉 去影响更多的人 那其实在我的那个TikTok里面 我的名字是叫Kaze 然后他就是一个领导人 就是去给予关爱 去给予他教育的一个领导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 看到我的正能量 而被我影响 而很多就是成为了我的关注者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从 我开始拍那个视频到现在 然后他们一直关注着我 然后会成为我的粉丝 然后也会因为我 而加入了我的团队 我比较好奇 因为可能我们的年代不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说你的团队你吸引到的 都是年轻人吗 因为真的是看了TikTok 然后觉得说你就是他们的偶像 他们就愿意跟随你 甚至主动的 像你以前开始接触房地产 这样子就主动的来联系你吗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年轻人的时代 而且我们的团队都是 专主打95到0以后的团队 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 一定要去吸引到年轻人 所以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都很爱拍视频 可能在TikTok跳舞 或者是呈现自己 宣传自己 所以我也想要去再学习这一块 所以我才决定要去拍这些视频 来去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跟自媒体跟外界对我的一个认可 对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 你非常地明确 你锁定的目标群就是这个 年轻人 95到0后 我还要95 不是90后 就95到00后的 所以你刚才讲说 吸引年轻的嘛 但你现在成立的这个 AVG Unicreen AVG Unicreen是什么 它是一个三立女性的特质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 每个女孩的身上里面 一定要有经济独立的条件 世卫独立的条件 跟你人格独立的条件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 可能我们女生 我们会很渴望得到一个安全感 那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具备这三个条件 就是给你最好的一个底气 所以这个都是你自己去构思出来的 对 这是我构思出来的 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说 你的团队除了是 你很清楚 focus在这个年轻的族群 然后你成立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团队的时候 是专注在女性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说只是专注女性的话 会不会限制了你的这个 我们讲的限制了你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不会的 因为现在很多女性 她们会觉得就是说 她们不敢要去冒那一个冒险 她们很担心那一个风险 然后或者是她们也不愿意去尝试 或者是一些 她可能她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也有可能她是一个 正在寻找着一个对的平台 跟一个对的机会 你就可以让她们在一个对的平台里面 发展跟发挥 就是比较focus的 在女性的身上 对 因为可能她会觉得 女生出来赚钱 会不会就是很危险 或者是会不会吃亏 以前这些问题我也是有想过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 女生是有占据一定的优势 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 女性经济独立 已经是一个很普遍化的事情了 因为毕竟 父母担心我们是正常 但是现在 我相信已经不是 是像父母所取的时代 因为我们更可以去 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赚取我们想要的收入 去改变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所以这个就是你当初成立AVG Uni Queen的一个初衷 对 结果这个团队成立的 这个过程里面顺利吗 非常的顺利 其实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蛮吃力的 因为很多方面你需要去构思 能够怎样去给到 他们有一个好的文化 跟一个框架 跟一个生态圈 可以让他们更加明确 在我的这个平台上 能够让他们看到未来 因为年轻人怕的是什么 怕的不是现在 他们怕的是这个行业 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就好像其实我在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让我看不到未来的话 我也会心里感觉到不稳定 也会有怀疑人生的时候 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 他们要的东西 他们要的是安全感 要的是一个平台 能够让他们去发挥 能够去实现他们遥不可及的梦想 明白 所以我在好奇 因为这个好像是 专属女性的一个平台 那男性呢 看了你的TikTok 应该也有男性想要跟随你吧 其实也是有的 其实我是很欢迎的 我很欢迎的 其实主打我是要优先给女性 但是男性的话 我们都是欢迎的 都是欢迎的 所以很明确的目标 可能大家想要多被关注 或者是重点培养的 那就可以加入你们的这个团队 对 然后也可以说是 在房地产界里面 大家都看得到 都是这个男生 对 好像比较占优势 真的 但是你看到的 你觉得女性的这一块 是可以发展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好像我们的团队 男生是多过女生的 但是我们女生的业绩呢 也跟男生也是可以费得过的 但是我又发现了 其实女生 她们做销售 分分钟会比男生来得更加厉害 分分钟比男生来得更加牛逼 你自己身为女性 你自己身为女生 你觉得说我们比人家 更胜一筹的地方是在哪里 可能女生做起那个业绩出来 可能还会胜过来真的是 因为她们很明确 她们的那一个方向 然后更多的是什么 可能很多时候 也是她们的原生环境 而影响到她们很要钱 然后很明确自己要的那个目标 然后要去做的那个东西 明白 这女生的个性里面 就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 可以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那个耐性 韧性很强 很多事情都可以 其实看起来是很软弱 但是她可以去 overcome 对 很多时候 都可以去读到里面的 对 一个人的成功 她是在于一些我们讲的这个KPI 或者是一些系统 一些比较我们讲的是 设定出来的这种条例 还是说在于她自己的个性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催化点 其实我觉得团队里面有一个好的KPI 然后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觉得 很多时候都是在于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那个心态 也是怎样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有了业绩的时候 你不会去回想你的低潮点 但如果你现在在面对这瓶颈的时候 可能你会很容易让自己去陷入在消耗 消耗自己的时候 然后当我遇到这些问题 我都不会去让我自己去伤心太久 因为我觉得我一起把这些时间花在这一边 这样倒不如我去创造更加多的客户群 创造更加多的业绩 来去报答自己 或者是来去改变这个一切 对 所以你看到的是你在做的视频里 说都是给人家正能量的 对 只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Katze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有自信的人 然后给一些我觉得可能他没有方向的人 他看到了一个希望 继而愿意跟随你 对 AVG UNIQUEEN我相信大家你看 因为你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大家被你吸引了 继而加入你的团队 当中精彩的故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可以跟佩佩姐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伙伴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她是在两年前 她是在从事酒店管理 然后她有跟我分享过 就是说她已经五年 没有回过家 过新年了 她为什么她会要放弃那边的行业 是因为过着早九晚五的生活 她也感觉到自己一成不变 没有再进步 然后她就是在网上 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 而加入到我们 然后跟她加入到我们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她一进到了我们这个平台的时候 她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做销售的人 也很有一个很好的口才 优势有非常地多 然后也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对的项目 遇到了一个对的一个平台 遇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去带领着她 然后我也看到她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 就融升了领袖 而且她也买到了水海的一个梦想车 太棒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终于可以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她终于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她要放弃 是因为在之前的那个行业 让她没有得到一个她想要的时间自由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是说 你掌握了技巧过后 你又有了你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你几时想要回家都可以 或者是你几时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因为毕竟时间是自由的 明白 那对于顾客呢 对于顾客 对于我们来讲说 我们帮助顾客找到梦想家园 这个就是我们身为 主持人的一个使命 因为很多时候 顾客他很渴望找到一间家 比方说我们更可以说的是 他也很渴望找到一个 对于顾客可以去服务到他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顾客会觉得说 今天我卖了你一间房子 我帮你把贷款批了 那过后的售后服务呢 其实顾客是很在意售后服务的 很多时候我的身上 很多时候我的顾客不是因为 我的产品有多好而跟我买 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我的真心诚意 我的服务 我的态度 而他们跟我买房子 明白 所以这关键词就是态度其实很重要 你的那个收获服务 可能很多人觉得买了就买了 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是你们非常看重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非常看重 那个收获服务的那个态度 真的 因为顾客不只是做他一个顾客的生意 他可能他还会因为你的态度好 你的社会少 他还会去介绍更加多的顾客给你 所以因为杰西卡大家会觉得 哇 这年太年轻了 可能人在自己这么年轻的时候 得到了这所有的一切 看起来是非常的容易 非常的顺利的 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大家会担心说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太年轻成功的 都可能会有忘形的这种行为 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有没有时刻在提醒自己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提醒我自己 保持危机感的 因为就算是今天我赚了第一桶金也好 第二桶金也好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还不够还不够 因为毕竟钱是赚不完 我也理解 但是我一直要让我自己保持在进步当中 因为我知道就算是今天我已经是吸涅了 但是也会有后期之秀 也会超越你 所以如果我不进步的话 我会一直被超越 明白 不进则退了 对 所以就是不断地在进修 不断地在提升自己 所以我也会让我自己 不只是在我的这个领域去学习 我也会去提升我自己的认知思维跟格局 我也会去向外去听邪课来去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 那个我们讲到房地产 你看到你现在的成就 就是基本上都拥有一切了 那接下来这条路还可以怎么去发展呢 其实我想要做这个FG Ud Queen 其实我是要搞一个生态圈出来的 就是不只是女性可以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 不单只是卖房子而已 我也想要让他们在外界 也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FG Ud Queen的独一无二 可以让到这一些女性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 成为一个明星导师 所以你是想往教育这一方面去发展的 对 因为最主要我们做的是培训嘛 那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去推广 我的这个FG Ud Queen可以推向市场 让他们就是可以成为一个网红房地产领导人 那因为你身为96后嘛 那我想知道年轻人怎么看待 以后房地产的一个发展趋势 因为这样我想的是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随便都有至少一套房子吧 对 因为可能不是自己买的 也父母给的 那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发展的一个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局限呢 在房地产方面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好像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顾客 他说他没有钱买房子 我们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顾客 他是有钱买房子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 也是有非常多有钱人可以买到这个房子的 所以未来就算是每一个人拥有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地产的发展还是无限大的 还是无限大的 因为可能如果你说利息低的时候 会更加多人买 但是利息高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人会再买 因为如果你不买的话 更高更高的时候 当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买了就不知道了 所以趁早买 好过你迟来才来买 所以你们的发展 再加上我们马来西亚 听说就是在东南亚的房产里面 我们的房价还算是比较低的 还算是比较低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可以吸引可能以后 有更多的这些外资进来投资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是有做过很多的外国的客户 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买屋子给自己的一个梦想家 我们也会有就是有卖给一些很多的投资者 其实买房地产对我们来讲说 也是一个增值也是我们的一个资产 所以可能如果到我们有急用钱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refinance 可以去用更多的钱去做rolling 明白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最保值的 对 这个还是一个最保值的一个资产 不管经历什么年代对你来讲 你觉得说这个还是一个最稳定的投资 对 好 那最后我想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不容易一个26岁的年轻女子 在这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的是你那种坚毅的 这个不拔的精神 然后好像没有事情是难倒你的 但是我想我们人呢再坚强在什么 我们还是有一个脆弱的一面 那你自己在这一路走来 你自己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可以支撑你越走越好 越走越强大呢 其实我知道在整个市场上 成功的路上是其实并不拥挤的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所以在我的mindset里面 我会不断地去提醒我自己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因为我要的结果是很大 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去付出多大的努力 这样我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那个成果 很多人是想要很大很大的成果 但是他付出的东西是很少的 明白 不愿努力 对 所以你很明白你要这个东西 你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对 所以你是不会讲说辛苦的 对 这个字眼应该不会出现在你的字典里面吧 不会在我的字典里面 那在这里有一句话想要给在座的年轻人 今天只要你足够坚定相信你自己 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努力 一定会让市场看见你 太棒了 今天非常谢谢Jessica的分享 我们从一个96后的身上 看到了她对于自己想要追求的 一个坚定的这种梦想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轻人 应该要学习的榜样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所以期待你有更好 更辉煌的成绩 也祝福你 好 谢谢霍霍姐的时间 谢谢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下一期更精彩 大家不要错过 本节目非常感谢 Moveover有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 室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Moveover官方网站 www.moveover.com.my Mov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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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over